來看這請問鳳梨消息 今年臺灣人絕對失望外星的阻鎖 對於本來的第九名 現在已經落到第十一名 衛生書表示說 這個阻鎖失望可以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有通報 還有人在關心 去看有發育料效果 今年這個風蝶對象 就要宿佔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大人 只要卡一桶QQ轉帥 就可以消毒 阻鎖的生活 減救阻鎖的機會 根據藥城市統計 已經年少十三年中本的 自殺 第一次沒在十多四年 白痕坊裡面 對於整年的第九名 港祖九年的十一名 自殺希望之所是三千八百八十九人 四五年來的新計劃 衛生書表示 民國八十二年開始 自國人自殺的因素是增加很多 尤其九十四年 給李敏然調導自殺的新聞 可能三成了無法的效應 隨著九十五年 自殺事件增加到四千四百 控制人 創合在數新冠紀錄 雖然五年以來 過年齡前 自殺率有同樣的出世 不過六十五歲 醫生老大人 自殺率有增加 所以今年自殺本體的重點 所領到六十五歲醫生的老人 他的特性是低通報 高自殺 而自殺原因呢 又以身心疾病為主 而且老人的憂鬱情緒 經常容易被忽略 所以值得我們大家共同來關懷 為了尤其自殺 有先自殺出二十四年 前安心的轉線 今年成功給了三百七十五人 為先出技術 有想要自殺的人 甚至欠缺 有人的關心和聽說話 尤其老大人 其實只要每禮拜一通電話 美國會一次來看他們吃飯 給付出一些關心 大膽降機自殺率 記者走不走